這個地方呢如果你暫時還沒有用到老師這個綠幕的話 你也可以從這裡 可以從這個地方這樣找到 有沒有這裡有煙的 拍片現場可不可以燒煙 這樣演員不就完了嗎 就來不及了啊 還是你想要被那個飛碟抓走 這個欄目的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像我在這邊 你看我坐下來啦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現場需要一點氣氛的 你可以把這個煙幕我看一下在哪裡 好我先從這邊下載 煙煙煙這也是瀑布 You ought to看到的 一樣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煙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利用這個網路攝影機做的事情 是不是做即時的對不對 但是你也可以先拍好啊 沒有人規定你不能先在綠幕前面拍好 但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是一段影片 所以呢 如果預設影片播完一次就沒有了 它就會自動停掉了 所以你進來之後請你按右鍵 它這裡有一個叫屬性 有沒有 好 請你勾選一個選項叫做循環 也就是說它播完我就重播一次 這樣就不會那個 就不會播怎麼突然不見了 那怎麼做能用去背 是不是跟剛剛一樣 按右鍵濾鏡 這個我就快速做一下囉 射注鍵 因為玉色是不是就綠色的 嘴打開 也沒有煙了 就看你要去的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好 好 OK 這樣綠色比較少 然後我就可以放到我們教室現場囉 喔 對不對 然後煙很多 你不用演一下喔 本來就要演一下不是嗎 喔 喔 受不了受不了啦 所以演員要很厲害不是嗎 對不對 這樣請問會了嗎 所以你也可以拿 那剛剛提到 就是如果你是classic的那個版本的話 你的去背的地方不一樣 那個位置不一樣 旧版本在這邊 我跟你大概講一下 還沒到 還沒到 在這裡 你就打開你的版本 OK 其實圖片也可以喔 不是只有影片喔 你按右鍵 一樣 這裡有一個叫做 屬性 有沒有看到透明色 就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把它勾起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去選擇 有沒有 你可以用滴管去滴 滴你的那個影片的顏色 滴影片的顏色 那在有沒有一樣有相似度跟混合 所以也是調一下相似度 只是這邊就比較手動一點 比較手動一點 那你確定了 然後再去預覽 這樣子 稍微不一樣 那剛剛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 哇 你預覽可是圖片的位置不能調整 不是不能調整 就是 旧版本的你要調整 有沒有一個叫位置 你就看你要放到左邊 右邊 右邊還是要跟視窗一樣大 有沒有 要比較就是比較自視一點 它那個彈性比較小 這個是 稍微 忍耐一下的 這個沒辦法 這個比較不OK 就是旧版本會有這個情形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囉 你可以一起來試看看 你看 藍目綠目的影片怎麼來做 那我也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前面呢 有多三台網路攝影機 一台跟我一樣的 就是這一台 好 另外還有兩台 有沒有人要試看看 好 太好了 哇 很棒 你們比早上那一班真的不一樣 因為有人願意舉手就很好